针对外界近期对人民币汇率走弱有贬值趋势的担忧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刚表示 人民币汇率可以保持基本稳定 2014年欧元日元两大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均超过10% 而人民币对美元仅贬值2%左右 如果说美元是世界第一强货币 人民币可以说是第二强货币 我们判断人民币汇率走势要全面看 不能只看美元 要看世界范围内一揽子货币的汇率